網路上面其實還有另外一張圖 我覺得這也是非常好 因為畢竟蔡英文真的是談判的高手 那在今天其實把台積電拉進來 網路叫做傑出的一手 因為台積電確定在日本之後 接下來要去德國設廠 那把台積電一拉進來以後 那如果鴻海能夠買到 那當然很好 那台積電能夠買到 那當然是更好 如果買不到的話 台積電也買不到 鴻海也買不到 那就兩個拉倒都好 但是這個對台灣來講 不管如何 我們能夠買到疫苗 這對台灣都是重要的事 他老婆真心心都說 郭台比晚上都睡不著覺 所以看他要發兩篇聲明 都在晚上 證明他晚上真的睡不著覺 所以他在那邊寫聲明 他一直開玩笑 其實在台灣是這樣子 現在這半年來 大家都講一件事情 得金片者得天下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是 疫苗足夠才足以安天下 到今天我們下午 過來的24枚的莫德納 然後再過來是禮拜天 還有再繼續過來 加上美國已經承諾給我們的 在七十五萬劑 原來是講說可能是嬌生 但是因為嬌生 美國CDC認為有問題 FDA認為有問題 銷毀七千五百萬劑 但是美國誠意還很夠 所以現在就可能改成 七十五萬劑的莫德納 目前這樣加起來 我們是三百四十三點六六萬劑 那這樣子三百四十三點六萬劑 一二三十五六類 大概可以打到 可是後面的人 我們台灣還有很多 所以日本還可能再給我們 一百八十萬劑 可能在月底之前 然後如果郭台銘跟張忠謀核手 就台積電核手 再拿到一千萬劑 我們就有一千五百二十三點六六萬劑 這樣子我們第一 全部現在被列入十一類的人 都可以打到第一劑 民心就會安 所以這件事情還是滿重要的 所以希望他能成 然後再過來 得晶片者得天下 所以這個事情 網路上其實看到就是 郭台銘是擁有全世界最大的生產線 最大的生產模組 張忠謀台積電視擁有全世界最需要的晶片 所以他們叫做一天劍和屠龍刀聯合了 所以一天劍和屠龍刀如果出手 我們能不能得到 這才是關鍵 那中間為什麼會出這件事情 其實大概是前一段時間 就是人命關天 這件事情的壓力很大 那很大先前 不管其實有很多的考量 所以郭台銘的第八點 講得很重要 說商業和政治 他絕對不考慮 為什麼要講這件事 因為先前他說要買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人就說他是為了他的抬抗生計 有很多人是說他做完這一招之後 他可以跟柯文哲拿到那個第三張門票 所以郭台銘就宣示說跟這無關 那中間到底有沒有什麼複雜問題 已經不重要了 因為現在只能夠進來才最重要 那如果沒有進來的話 那我們就去問了 那所以在這個壓力之下 所以兩天之前 你會看到國台辦 顯然是 他們中南海終於發現 現在連G7都聯合的在一起 要對抗中國 所以他如果在這個時候去擋的話 會不會把台灣推向 乾脆跟他全部卸掉 而且現在有一些事情是 我們現在其實網路上還有一個說法 我們乾脆直接開名單 給謝長廷 叫謝長廷到武田要賞去 因為我們要多少 日本就給多少 武田要賞最近就簽了2.4億劑 所以日本換美國越支持我們 他中國就知道說你這樣子搞是錯的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成功 那希望梅克爾記得一件事情 你補果繼續擋台灣 你的晶片沒有了 你的全世界兩百萬個模組最大的生產大出去也沒有了 我們希望樂觀其成 我今天仔細算了一下 因為柯建民不小心把郭台銘買墨 BNT的底價講出來 就是42塊美金 差不多 42塊美金是一劑還是一瓶 一劑 如果是一劑 一瓶有十劑 仔細算了他花很多美金 那還好啦 郭台銘去年沒在家裡做 他的鼓勵就剩下這麼多錢 我想請問一下惠貞 郭董是怎麼回事 第一天充滿希望 第二天好像主力重重 民進黨有派系在黨 他要為蒼生起密 這中間有什麼轉折 哪一個派系在黨 其實我覺得非常有意思的一個情況 是郭台銘在從五月二十九號 第一次PO臉書PO文 說他要來買那個疫苗 送給政府來解決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在他的第三條裡面 有特別提到一件事情 他說呢 對於政府及主管機關 將以最善良合作的態度 希望讓民間企業的力量 與政府共同協力 以政府立場為難 不能做的事情 由民間的企業或機構來協助 以務實的態度 來創造社會最大的福祉 什麼意思 當時的意思是代表 你政府不方便出面 我民間來做 結果今天六月十七號 他的貼文說什麼 請政府授權我來做 為什麼中間有這麼大轉折 中間這麼大轉折是什麼 出了什麼問題 第二件事情 六月十七號郭台銘 這一個貼文非常明白 而且是第一次指出 他是要透過上海復興買 過去郭台銘所有的貼文都寫說 我是德國原廠直送台灣 讓他完全去迴避掉 也不用講迴避 他沒有點名說 他到底跟誰買 就是他以前認為 他可能私下透過民間對民間的力量 我是私人的台康公司 我出面來跟你私人的上海復興公司 來進行一個私下交易 其實在這種情況之下 對雙方都好 為什麼上海復興 從去年底的時候 花了大概1.25億歐元 跟他們那個Biontech的原廠 框了至少5000萬劑的 那這1.25億歐元 有另外的說法說 當你送抵達的時候 還要給1.25億歐元 換句話說 他現在滿手有5000萬劑的一個量 但是中國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開放他的那個 富幣可以賣去中國 所以他有滿手的量 但他只能賣香港澳門跟台灣 那你香港跟澳門已經打了200多萬劑 也沒有人要再繼續打 所以他手上有4800多萬劑的量 他只能賣哪裡 他只能賣台灣 所以站在上海復興的角度 我以一個民間企業的角度來講 我能出貨 我能銷貨 那就阿彌陀佛 所以原本這件事情 我認為是可以成的 但後來為什麼搞到現在破局 我認為有幾種狀況 等一下 你覺得破局了嗎 我認為破局了 你認為破局了 今天見總統也沒用了 我覺得因為上海復興 你有沒有發現 前幾天有一篇文章 新新聞有一篇獨家 他說什麼 BioNTech的高層 認為郭台銘太政治化 以及談判太過強勢 那我不太相信 新新聞的記者 可以問到德國BioNTech的高層 所以他這個 所謂的BioNTech的高層 他是跑兩岸的記者 對不對 寫這一篇的是跑兩岸的記者 因為我可以確定 新新聞是沒有外電記者 也沒有跑德國的記者 所以換句來講 他這個所謂的BioNTech的高層是誰 我想指的是上海復興 這個代理商的機會大一點 那顯見上海復興代理商 在這個新新聞的這篇報導裡面 已經對郭台銘這個 有不是很正面的態度 那到底中間為什麼有這樣轉折 我認為有兩個狀況 第一個狀況是 本來講好民間對民間的 搞了老半天你也沒錢 也沒進來 你也沒有回復 我什麼說 感覺好像有點pending的狀況 第二個情況是 也許他們現在上海復興自己的中國政府 已經有開始比較明確的態度說 不行喔 因為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才能卡你嘛 我才能代表說你中國 你台灣是我中國的一部分嘛 所以有可能是在這種兩種前提之下 所以上海復興對於郭台銘的 這個態度有點轉變 另外一個是我現在來講台積電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 台積電他從頭到尾 5月29號的時候記者去問台積電說 你們會不會出面買其實台積電那時候的說法是評估評估 之後完全沒有任何聲明 沒有任何的一個消息 你在媒體上看不到任何有關於台積電 對於這件事情買疫苗的說法 結果今天沒想到我們行政院的記者會上 出來講的竟然是說授權 郭台銘的永齡基金會以及台積電 而且人家台積電是直接 今天在重大序席上直接公告是 我是跟BNT德國原廠洽購 他不是循著所謂的上海復興這一條路 那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鴨子滑水有實力的人 我就是自己民間出面解決這件事 我不需要你政府在那邊一浪二浪三浪 那剛剛這個惠政你分析到的就是說 台積電應該是鴨子滑水 有可能直接跟德國原廠 直接跳過上海 是直接跟德國原廠買到這五百萬劑了 你看假設他在五月二九號其實可以說是跟郭台銘先生 同一天差不多時間起心動念要買的話 你看一直到六月十號他都已經遞見了 他沒有發表任何的訊息 他沒有在臉書上或者是在任何的媒體報導上 有傳出任何的訊息 那我想為什麼其實台積電會這樣的做法 其實台積電早在我五月二九號的時候 我就說他是全台灣最有實力的一個採購 疫苗的一個大戶 為什麼 因為他很簡單 全世界誰不需要他的那個那個晶片 如果呢 當然這是我們私下開玩笑講 如果他講一句 No vaccine no chips 你沒有給我疫苗 我就生產不出晶片 你沒有給我疫苗 我的工廠的人受損了 我的台灣的一些物流受損了 我的台灣的整個國家的人力都受損了 情況之下 我怎麼辦法有能力完成 就是整個晶片的生產跟運送 所以他其實是牽動到全世界的這個晶片的這個領域 剛剛玉慧姐特別有提到就是說 現在有個最新的消息傳出來說 台積電有考慮要到德國這邊去設廠 會不會私下就先談呢 有可能有這樣 因為其實從今年以來 包括歐盟包括德國 不斷的跟台積電那邊 來喔來喔你來喔 那其實不只是他們 連日本也一直希望台積電去 所以你就知道 真的台積電 它是不僅是為了幫台灣買到疫苗 而它的整個過程裡面 是不涉及不損及任何國家的一個利益 或國家的一個主權問題 為什麼 因為有實力的人最大聲